欢迎大家收看加剑器官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 今天又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2020年加拿大十大杰出华裔女性奖得主 温顶金融执行总裁Carmen 柯建英小姐 你好 大家好 那柯小姐之前介绍过递税的应用 贷款如何抵税 都是可以减低我们的后顾之忧的 创造更多财富的策略 对我也很有帮助 今天要讲的是医疗开支扣税信托 HSA计划 柯小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没问题 那我们华人呢 其实在加拿大从事主要的行业 包括医疗金融地产服务建筑等 那也包括像Sara 你也是一个传媒机构的 创始人 那很多自雇类型的行业呢 都会开设公司 注册一个运营公司 或者是Number Company 对那房地产的话呢 会注册一个叫PRECPRAC 那大多数人都知道开公司的好处呢 就是税少交一些 福利多一些 除此之外呢 其实公司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账户 可以帮助你和家人省不少的税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个HSA计划很直观 每年可以将个人的医疗开支算作公司成本 如果一个家庭每年医疗开支是1万的话 每年最高可以节省高达6000块钱的税 如果30年下来 利滚利可以高达25万以上 为我们的退休生活增加一些保障 那您的意思是说 一年我们省6000多 那30年就可以省到25万 这样积累下限的操作是吧 没错 那这种要等30年才能见到效果吗 当然不会了 说明医疗开招嘛 每年都会有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减少后顾之忧 不是增加烦恼的 今天马上就可以省到税 从今年开始操作也不麻烦 那我来告诉大家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Sarah 如果你的医疗开支是1万 而你的税率是三分之一 33% 那么你要交多少的税呢 那应该是不是3333 我不知道对不对 很准确的数学 但是没有算对 那你的医疗开支是1万的话 其实你的公司需要支付你收入1万5 扣除三分之一 5千块钱之后 才得到1万的税后 作为你用在家庭的医疗开支 我明白你的说法 就是说公司每年给我的收入 一定要多于1万5千块钱 作为比方说 1万5千块钱 作为我的医疗开支 但是这个是税前收入 我需要把这1万5千块钱 其中的一部分交给政府 作为剩5千 对 大概是5千块钱 没错 所以剩下的1万块钱 才能作为医疗开支 没错 那这个其实这个5千块钱 如果我们要用到今天的HSA计划当中 我们可以把这5千块钱省下来 没错 当然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觉得很难接受这么高的一个额外的税收支出 那今天介绍的HSA计划 可以帮到我们减少这部分的成本 大概是多少呢 能给我们算一下吗 那其实一个好的税务规划和公司架构 可以为我们带来太多的好处了 我先举一个例子 陈先生50岁年收入5万的话 税网大概是30% 一家人每年的医疗开支 费用按1万块钱来算 那公司需要支付14285 才能得到税后的1万来支付这个医疗开支 税务成本就是4285 如果说收入再高一些去到10万一年的话 那税网就会升到38% 差不多40% 那同样的医疗开支1万 公司成本就会去到16129 多付出了6129的成本 才可以拿到这个1万去手里面支付这个费用 同样的支出在没有一个良好的架构情况下 收入越多付出的成本越高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其实现在我们HSA这个计划 实际上是改变了我们以前的付费方式 我们之前是用个人账户去付 那现在呢我们有了HSA账户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直接用公司的账面上的钱 去开支我们的医疗支出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省掉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要上给政府的这部分收入 没错 那真的非常好啊 那这只针对于医疗开支的话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省政府给我们的MSP计划吗 这个不是也很好 那MSP当然好了 以前呢每年还要交费 现在都基本上免费了 当然是好 很多人都觉得呢 医疗方面也更加的没有成本了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相信大家在经历过 或者正在经历的时候就会知道 例如MSP没有牙医计划 大部分的药物呢也是不cover的 有些药物呢cover 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那小病小痛 比如就是伤风啊感冒 二三十块钱的药 包不包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如果是一些重大疾病 比如癌症心脏病肾病 甚至是像一些长期需要吃药的病 像糖尿病问题的话 一年光是药费可能几千上万 这些都是MSP里面没有保障的 对您说的太对了 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已经开始有发现 就是我们每年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是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华人尽量会有比如说回国的时候 去其他国家度假的时候碰到要看病 要吃药的时候 MSP是不是也会cover呢 在加拿大境内都不保了 那更不要说出了国之后了 这些可能产生的费用不只是没有cover 还需要你的税后收入来支付 那所以支付完的账单呢 也不能用来作为扣税 只能有一点点的tax credit税务积分 所以如果懂得利用公司的好处 可以把这一些开支都作为这个公司的成本来运作 起码先省了一大笔的税嘛 谢谢柯小姐 那再多告诉我们一些 和我们分享一下 有哪些是这个HSA计划可以cover的 而政府的MSP计划是不cover的部分呢 那其实因为MSP计划覆盖的非常少 所以HSA可以cover的太多太多了 首先像你刚才说到的境外医疗就是cover的 此外还有喜欢运动的朋友 那有时候摔伤了 可能要打个石膏 买个固定器都是cover的 那这些动不动就上签了 还比如说一些就是特殊的工种鞋 特别像举个例做厨师的 那他们长期要站着 那配一双这样的鞋呢也要过签 那还有就是你有小孩的话 可能每一年都要配眼镜 包括我们有时候要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的健康 也要是配一个太阳眼镜 那近视的远视的都可以用在这个HSA里面cover 又或者是心脏的起搏器啊 全部都是一些就是医疗器材的equipment MSP都不包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HSA计划里面cover 很多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器材吧 比如说像做白内障手术 植入到我们眼睛里的镜片 很多都是只有几种类型的是 他们MSP是包含的 但是只要是好一点的镜片 MSP都是不包的 而且都是小则一两千大则上万的都有 所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很大的一块开销 那直接用公司钱来支付 不用另外交税吗 对没错 直接作为公司成本 没有额外税务支出 另外药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经常帮客人clean的时候 都会发现像糖尿病啊 心脏病啊 心血管的病啊 每天都需要吃药 而且长期需要吃药 也都是HSA可以cover的 那医疗服务方面都包含哪一些呢 家庭医生这一块肯定不用额外的付费了 对 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是牙医 牙医方面了 洗牙补牙这些常规每年都会做的了 那还包括重牙 脚型还有所有的牙科手术 都是在HSAcover的范围内 然后像针灸啊 物理治疗啊 按摩啊 如果常年我们都需要去做的话 持续性需要的服务这些都可以放在HSA里面 HSA里面算作公司成本 无需缴税 而且刚才我一直强调哈 它不光是cover你自己本人 也cover你的先生 你的小孩 还有就是有很多时候甚至可以cover父母 哦 那等于是以整个家庭的 从老到小的 所有的这个医疗开支 没错 那真的是非常优惠的一个计划 那HSA听起来非常好 又包括这么多的项目成本要多少 我们怎么样去开通这个账户呢 那是不是每个月或者是每年我们都需要购款呢 问得非常好 这个HSA医疗开支扣税计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需要放一笔一笔钱进去的一个或者购款的一个保险或者一个计划 什么时候需要放钱进去呢 就是你真正需要用钱的那一刻 就是你真的去买药 真的去看医生那一刻才会用到这个医疗开销 比如前面讲到一万块钱的医疗开支 如果没有HSA计划 那么你就需要用税后的钱 自己的钱去支付 有了HSA这一万 就可以直接用公司税前的钱从公司账户里面扣除 那公司不用付税务成本之余 个人使用这笔钱支付医疗开支也无需上税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以公司名义购买的医疗保险 对 其实呢 这是一个公司的税务架构 帮助你将个人家庭的医疗开支合法合理的以信托的形式放入到公司 而获得这个税务优惠 与你就是购买医疗保险是结缘不同 以前不了解的很正常 其实包括很多我的同行 甚至会计师都并不了解这个运作 所以今天也希望在这里解除大家的疑惑 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个HSA计划 真的是 确实是跟我们公司买的医疗保险计划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观众朋友们应该去学会去区分 HSA计划呢 如何使用呢 我们是去银行去开通账户吗 其实基本上来说 像我们很多客户都是经过会计师介绍过来的 那他们在经过会计师开成立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把这个税务架构就做进去他们的那个公司的账上了 所以并不是在银行里面开户 也不需要额外开户实际上 那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执照来帮客户成立这一个HSA的信托 那一旦成立了这个信托架构之后呢 就是每一次去消费去用在那个医疗开支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这一个账单报到公司的这个成本里面 另外也可以就是说呢 通过一个就是手机软件直接来填写还有上报 非常的方便 每一个claim大概我估计花30秒就做完了 那但是我们在claim之前 我们开通的时候还是要请像你们的这样的金融专家 帮我们去事先进行开通这样的转 那一般来说呢 经过有专业执照的顾问呢 才可以来成立这一个信托的架构 感谢Carmen啊 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专业的分享 你的专业耐心和细致的讲解呢 给我们华人观众上了一堂生动的采取管理课程 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了 那真的是受益匪浅 那看来呢 财税管理啊 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观众朋友们 我们想要在加拿大生活无忧 实现财富自由 加进奇观栏目呢 可以给到您意想不到的财富规划策略 那温顶集团与您同根共进 感谢您的收感 想要了解更多的财富规划内容 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电话 与我们温顶金融总裁Carmen取得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